正能量歌手周深近年来深受大家的喜爱 独特的嗓音让他在歌坛有着属于自己的魅力 几乎每个和周深合作的人都会被他吸引 然后进行夸赞 今天带大家来看看周深被各种人夸的反应 五周童曾在节目中点评周深 说周深是仙音派的传人 超凡脱俗 清澈空灵 十分有仙气 叫做仙音派 仙音派 这个门派能够入围的话非常飘逸空灵 它的气质要超凡脱俗 就很多人想往这儿靠 靠不上 周深当众被前辈夸完十分害羞 不好意思 后期老师太懂了 直接给周深加了大头特效和红脸蛋 简直可爱爆了 众所周知 周深和生米们一直是一个相爱相杀的团体 被粉丝夸就要回怼 当初周深在节目中与粉丝通话的场面本以为很温暖 当周深被夸时 周深嘴上说着晚安 眼神却恶狠狠地挂掉了 心里肯定想着 腻死人了快睡觉吧你 这次不但Rub似的回怼 不叫别人宝贝 最后还给人电话给挂了 真是要被周深的反应给笑死 或许是周深的沙雕细胞一直存在 周深每当做一些沙雕事情的时候 就超开心 有时甚至还会索要表扬 当初周深被沙宝亮像面条一样甩着唱歌结束后 沉浸在快乐中的周深 第一反应竟然是问贾玲为什么不夸自己 谁能想到这个常常拒绝别人夸赞的男孩子 竟然因为射牛行为主动让别人夸 宝藏男孩周深喜剧人实锤 可爱又幽默 无论是谁有机会接触这样一个宝藏男孩 肯定也会变成夸夸群群主 周深现在的热度和商业价值都提升了不少 几乎可以把目前最火的综艺挨个上个遍 现在各个平台的综艺在你要嘉宾的时候 都会把他的名字带上 就算压根没有敲下他的打算 也得把他拉出来溜溜粉 掌掌热度 周深有梗 上节目也放得开 之前常驻的几个综艺效果都不错 他现在得到了羊妈的青睐 包括春晚在内的各大晚会都会邀请他 现在清朗活动 上面死丁各种娱乐型综艺 几个平台也都被邀约 周深为什么被称为人间百灵鸟 随口清唱 音质堪比CD 简直完美 这些黄粮 在天人庄罗也要坚强 我要陪你一整夜 我要今天的催眠 你可曾吹过他的脸 告诉他我的死 你可曾吹过他的脸 你是你在脑海 想你会有孤独 会有悲伤 也会有无尽的希望 对于歌手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唱功了 只要你唱功够强 我们听众都会看到的 而能让我们普通人最直观的感受到一个人唱功好与否 就是清唱了 周深的清唱现场 简直就是天花板的存在了 周深的音乐敏锐度有多强 他是靠什么锻炼自己的 周深表示 自己玩起游戏也有一套 而且当天作为手类人 他完美地完成了自己的手类任务 那是什么样的任务 可以让周深轻松完成手类呢 原来是听音准的环节 对于音乐人周深来说 找音准当然不是什么大问题 这个环节任务需要在听过原曲之后 在第二遍的时候 找出弹奏者弹的错误之处 周深不仅任务完成的轻松 在节目中他还一如既往的搞怪 开玩笑似的 要求弹奏者给出明显提示 弹奏者说要一直看着周深 周深还关心问对方的镜头问题 想要脑袋转得飞快 其实周深在听过第二遍时 第一时间就找出了不同 简直不要太轻松 周深现在已经是一名 国民度很高的实力歌手 作为一个实力歌手 周深在音乐领域 一直在不断地挑战自我 同时也没有放弃更加稳固地 去打好音乐的基础 对于修炼音乐敏锐度 周深也有自己的一套理论 喜欢一件事情 就是要去做这件事情的第一生产力 这样不仅可以得到不断的积累 还可以得到乐趣 周深之所以能够有现在的成绩 和这么多筷子人口的作品 最重要的还源于他对于音乐的喜爱 对于自己的热情所在 坚持并且享受其中 这就是周深现在能拥有这样成绩的原因 对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